华东某机场 随着数架金20飞机接续升空 王海大队一场战斗资格考核即将进行 两名刚刚完成金20改装的飞行员要通过空战夺取制空权 而王海大队几名资深教员则以兵力和技术上的优势不断制造压力 面对防守 新飞行员们综合运用侧翼阳光等战术达成既定目标 技术动作和武器操纵等能力都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学习研究已成为大队夺取胜利的重要密码 通过学习 我们快速掌握装备 形成战斗力 并且丰富战术战法 培养出更多的歼20飞行员 歼20是国产新型隐身战机 作战体系构成复杂 涉及众多学科领域 换装歼20之初 王海大队肩负着先行探路的重大责任 如何快速将新级性能转化为战斗力 成为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王海大队的飞行员们先后验证探索了空战相关多个模块能力 还首开超气象条件下执行作战任务的先例 如今 王海大队不仅实现全员换装转型 还建立了歼20飞行员培养模式 帮助多支部队完成新机改装和人才培养任务 成为空军新机人才储备基地 从抗美援朝时几乎没有空战经验 到如今驾驭新制作战平台 王海大队的飞行员们五次在空军作战部队率先改装新型战机 始终奋飞在捍卫祖国利益的最前沿 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警巡任务 到前出日本海飞越对马海峡 大队飞行员与外军机多次激烈较量 有力彰显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我们王海大队始终是捍卫祖国领红的剑刀利刃 祖国的利益所指就是我们的剑锋所向 我们要熟练掌握手中武器 练强技战术水平 为祖国的腾飞保驾护航